今天的劳谋风采 我们一起去认识全国劳动模范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乘轨技术开发部车体式主任 张兰兰 在大连地铁站 来往的乘客行色匆匆 支撑其中 张兰兰如同每一个分波的人 今年45岁的她 是沈阳大连16条现有地铁线路 1613辆车的车体设计师 外面看到的可能比较简单 但里边的东西特别多 里边有好多东西 包括走线 设备 还有吊梁 然后还得集成 我们干了那么多条车 我要统一 然后还得满足业主的个性化需求 但是又不能设计出那么多种 不好干嘛 它得统一 所以就很难弄 就是在共性当中还要寻找一种个性的东西 对 你们看的都差不太多 但是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1999年大学毕业进入大连机车 2000年公司首次转型成轨 当时24岁的张兰兰 全程参与整个项目从无到有 忐忑中从零起步 实践中迅速成长 张兰兰成为车体室这个年轻的设计团队的带头人 一次次地承担起多项研发设计重任 等到2012年的时候 干的第一个铝合金车体 那当时是我组织 然后带队 然后去设计的这么一个车 这个是印象特别深刻的 就是真的是从无到有自主创新 自主研发的一个车 也付出了很多努力 车体设计师要负责的包括车体缸结构 整个外观 车辆内饰 以及空调和照明 张兰兰说 最难的设计是空调出风口 就是设计难度还是很多的 就比如说这个出风 中间就是100多高的这个风道 120就大概就这么高 就是我们平常的12厘米就这么高 那在这么高的空间内 要设计这个各种导流 使出来的这个风速 19米长的这个车的风速 都是均匀的 那就特别难 有困难就去突破 但是有设计错误 张兰兰绝不容忍 这个团队口中温柔的小姐姐 会在面对错误的时候 严厉而坚决 这两天我们就在讨论一个问题 有一个设计问题 其实设计是设计错误 失误 但是在别的地方人家就这么干 他们就跟我讲 说你看他们就这么干 哎呀又不改 我说这个绝对不行 如果是设计错误就必改 就是个底线 底线 那就是好坏之分 优劣之分 而说喜好之分 那是再说 如果是错误的 那就必改 没有其他的理由 只要出差去别的城市 桑兰兰一定要去坐当地的地铁 带着乘客和设计师的双重身份 去感受 去观察 这些年 张兰兰先后主持完成了 新一代中低速磁浮列车 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 以及多条国内外地铁车辆的 研发设计工作 而随着车辆的智能化水平 越来越高 车上的设备越来越多 在设计上 在车体材料上 张兰兰和整个团队需要斤斤计较 现在有需要我们探索更多的 更新的 更轻量化的这种技术 来实现这个车体的这个结构轻量化 包括这个轻型的金属材料都在研究 所以是未来挑战还是很大的 地铁飞驰承载梦想 22年的钻研和付出 也让张兰兰收获了各种荣誉 2020年更是被授予 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这个荣誉带来的是更多的是责任 我觉得劳模是应该发挥 这个劳模的这个师范的这个带领作用 带领更多的统治 去热爱自己的工作 热爱 这个爱是很重要的 有热情还不共 又爱 真的是这样 如果不喜欢 不可能有很好的发展 这个公司其实就是有 我们这样一个一个人组成的 公司要好 产品要好 只能靠大家这样一个 每个人共同努力 才能把这个产品和公司给做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